作词 李宗盛 谢谢天 谢谢地遇见了你 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依 风里来 雨里去多么感激 手向我眼 想看温暖气息 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蜜 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 一千次轮回里要找到你 手向我眼 想看潮来潮去 多少的结局 都随风散去 我和你天和地 相思在一起 哪怕会分离 也要努力 多少的期许 可才是背离 我和你天和地 注定的相遇 哪怕要放弃 也要珍惜 紫ilen 這個是一药 主席 心質排不下 者 然而依靠 秋 天一 蘋燕 大人 仕衣 zej原 里人 以偶! 大人 呃 姐姐 岳燕 姐姐 你怎么了 是 皇上 姐姐 你醒醒 何人在紫玄华 原父公公 我们陆大人晕倒了 怎么办呀 原父公公 陆大人他晕倒了 怎么回事啊 皇上 陆大人他晕倒了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怎么会这么烫 原父 快传太医 可是传了太医后怎么办 难道就在这儿之吗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用朕的御教 先把他送回清净殿 是 起教 清净殿在那边 你们先把他扶起来 朕自己走回朝阳殿 是 皇上 来 来 谢谢皇上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苦散 你们快走吧 是 皇上 又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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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总是找到鱼医生 快点快点 快点 玲珑 你快跟我说说 陆大人和皇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我也不清楚 现在宫里到处都在传这件事情 我都听糊涂了 我的一个小姐妹啊 当时就在那儿 听她说 皇上好像亲自伸御手 去碰陆针的额头 而且声音都发抖了呢 我还听说呀 皇上还是用御教 送陆大人回宫的呢 这可是贵妃娘娘 都没有过的体面啊 你们说 陆大人是修了几十的福气啊 他可真有福气啊 要我看呢 再过不了多久 咱们宫里 又该多一个贵妃娘娘了 别胡说 这哪跟哪个事啊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贵妃娘娘 为什么要罚陆大人的贵了 是啊 你们吵什么吵 参见大人 算了吧 是 大人 现在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陆针 就算再得皇上的宠爱 皇上 他也得遵守宫里的规矩 你现在是司医司长医 你还不快趁他生病的时候 把权力抢过来 是 换云 你怎么来了 恭喜皇上 又喜得家人 看来臣妾又要多一个姐妹了 你这是说什么呢 现在满后宫的人都知道 您皇恩浩荡 居然用御教送一个女官回宫 臣妾就是想知道 皇上 您是打算封他做昭仪好呢 还是贵人好啊 难怪 早早的就把清静殿赏给他 原来皇上您早就有安排啊 你明知道他是阿湛的 上次阿湛来寒光殿闹了一场 我知道你转头就去找他 那又怎么样 我不能去找他吗 欢云 你是怎么想的 我心里明白 我知道我欠你很多 我也知道 你根本忘不了阿湛 但是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每次看到陆珍 总有些私心 我希望他们赶紧在一起 也许这样 你会忘得的 就算你忘不了他 你多看我一眼也是好的 你对那个陆珍 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 欢云 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还不明白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他吗 因为那时候 我看到他脸色苍白 昏迷不醒的样子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 你以前听到你父皇驾崩的消息时 也是这样 突然地倒在了我的面前 那么地无助 那么地让人心痛 如果我真的 有那么一点喜欢他的话 也是因为他长得太像你了 姐姐 药间好了 我扶你 来 小心 我真没用 居然给额晕了 我估计现在太医闭着眼睛 都知道清静殿怎么走了 姐姐 你这次病的可跟前几次不一样 你干脆都病几次好了 你又在胡说 我没有胡说 这次可是皇上亲自派御教送你回来的 好几十个人亲眼看到的 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呢 你说什么 是皇上送我回来的 不是 是他的教子 也算是他送你回来的 完了 这下可闹大了 要是宫里传开的话 别担心 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原路了 长广王殿下带皇上去西柳营寻室 还得两天才能回来 他叫原路带个话给你 说一切都不要担心 有他在 真的 真的 都怪那个万恶的王上仪 要不是他没日没夜地叫你做衣服 你也不会累成这样 说起来也真奇怪 王上仪这一次居然没有借铁发挥 姐姐 皇上对你那么好 可是那个万恶的王上仪那么欺负你 你为什么不干脆嫁给皇上呢 到时候 咱们专让那个王上仪给你磕头 边磕我还在旁边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磕不好 重来 姐姐 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话了 那好吧 你不当贵妃娘娘也行 要不当个王妃好了 只是不知道当王妃有没有那么威风 你还说 你还说不说吧 姐姐 我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你不要弄 皇上 这不是韩光殿 臣妾想 臣妾想 我习惹一下 请皇上回避一下好吗 都老夫老妻了 你还害羞个什么呢 好好好 我这就去前殿看奏折 把这儿留给你 总可以了吧 皇上快去吧 那你今天晚上 就留在朝阳店 好吗 我谁也不在我 她也不在我 那你是妳的 臭七七八三 只是你看到你 我亲爱的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现在又听到你 我爱你 你还要不爱你 我爱你 那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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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我爱你 我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稀里糊涂的就 对 他说的对 阿尘只是因为他长得像我 才喜欢上他的 一定是这样的 皇上 您今天可真是龙马精神 连奴才看了都觉得心旷神仪 又乱用成语 朕龙马精神 你心旷神仪什么劲 贵妃娘娘一来 咱们可不都得心旷神仪吗 对了 陆真他怎么样了 已经醒了 他一说没有什么大碍 是这两天累的 休息几天就好了 阿湛那边通知了吗 已经让原路去办了 皇上您不用担心 给皇上请安 皇上 这是娘娘每天都要喝的补药 哦 对 这怎么忘了呢 你快进去吧 给贵妃娘娘送药去 是 娘娘 这药今天还喝吗 喝 为什么不喝 娘娘 您今天怎么会喝皇上 皇上也在护着那个陆阵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 要 为什么不能 我们现在 能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 而且都是光明磊落 谁都抓不住我的把柄 我倒是想看看那个陆真 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 要想做王者的女人 就必须顶得住王者的风云 在这个后宫里 需要的不是娇艳的花朵 而是 有毒的蜜蜂 这是怎么回事 雅儿前脚用玉教 把陆真送回了清静殿 后脚 又让肖焕云 留在了昭阳殿 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昭阳殿那边的人说 肖焕云本来是气冲冲的去找皇上的 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 竟然留在那儿没有走 肖焕云这个贱人 雅儿他怎么就这么笨呢 完全被他握在手里 说东就东 说西就西 太后 您就别生气了 至少现在 咱们可以明确一点 皇上对陆真 起码动了七八分的心了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用自己的玉教 送他回宫呢 既然这样 雅儿为什么不直接下旨 册封陆真不就行了 我觉得皇上今天会这样做 他是故意想替陆真出气的 毕竟 王上仪想着发的在折腾陆真 又刚刚降了陆真的值 皇上喜欢陆真 可是他还没有想出对付贵妃的法子 估计他也担心陆真的安全 所以才没有把他封为妃子 您知道 做嫔妃可不同于朝廷命官 那个萧贵妃想怎么收拾 就怎么收拾 有道理 你去把陆真带来见我 我要让眼儿知道 我也给陆真撑腰 根本就不用怕那个萧唤云 好 这好办 等他病好了 我就带他来 你还稍好好地休息 这怎么回事 大人都东西呢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这书案是王上仪大人赐个神掌伤的 陆大人最近都没来 可能是收拾的宫女觉得不方便吧 你 玲珑 算了 大人 人家都说虎落平洋被犬欺 可你这还没落难呢 他们竟然敢这样对你 我看 你得找那个阿毕好好谈一谈 别再叫他阿毕了 再说 也不关他的事 不关他的事 他天天在这办公 要不是我这几天 在房间里撕过 我早就骂死他们了 好了 你别说那么多了 把这两张书案并在一起 我和阿毕本来就是姐妹 一起办公 也没什么问题 大人 好了 你快去吧 你们几个过来 阿弘 你去把之前我还没有批完的公文拿过来给我 陆大人 你要批公文啊 可是上一大人派人过来传过话 说你改的衣服 要全部的神掌商验收完了 才允许你正式办公 对了 上一大人还说 被规则那事 你也不用去他那了 直接在神掌商面前 跪着背完就行了 有什么想不通的 尽管来找我 过来 看看这小手 都被针扎成这个样子了 你呀 早就应该带他来见我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才带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来给您瞧瞧 姑妈 我看啊 这个王璇故意折腾陆阵 他就是想扫您的面子 胡说 孩子 哀家一直喜欢你这聪明劲 你给哀家做的那件彩衣 又实在又好看 哀家才顾一个情 把你晋升成妻品 没想到 是哀家害了你 太后对我恩重如山 陆真无以为报 是陆真太不争气了 不是我说你 你做事 也太不妥当了 如果你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别人就是想找你的麻烦 也没有插脚的地儿啊 孩子 如果哀家要帮你出气 只要下个一旨 你立刻就能官复原职 孩子 你愿意吗 陆真不愿意 这就对了 犯了错 丢了官 这又有什么害臊的 秦始皇还在泥坑里跌过跤呢 只要凭着自己的本事 把他挣回来 别人就会忘了你的失败 只记得你的成功 谢太后提点 皇上替你撑腰 哀家也替你撑个腰 有什么事 你就放大胆去做 今儿你做了皇上的寓教 又来了仁寿殿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往后 亮他们也不敢再搞什么花样 谢太后 自己好好努力吧 秦强 我记得内饰局的女官们 每年六月还有一次年考吧 是的 今年的就定在六月十六 陆珍 从哪丢的面子 就从哪把它捡回来 哀家把话放在这里 只要这次年考 你能拿到全优 哀家马上赐还你七品之位 谢太后娘娘恩典 陆珍一定发愤图强 不负您的众望 这还差不多 有这样的精气神 才像我们大齐的女官 这玉琢 是神光大师开过光的 有她在你身边 那些妖魔鬼怪不会近身 你也能少生两天病 这 谢太后娘娘恩典 阿湛 你来了 阿湛 我好想你啊 你都不知道 我这两天有多委屈 这是谁送给你的 是陈典师送我的 陈典师 你也太低估我的记忆力了吧 难道这个镯子属于谁 我会不记得吗 对不起阿湛 我只是 今天我在这等你 我亲耳听见你跟楼清墙 一块回来的 楼上是只是顺道 你不要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今天对你很失望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尽量离楼清墙和楼市远一点 难道你忘了吗 阿湛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是以为今天 有特殊情况 我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 楼市一家人 跟我有沙漠之仇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没有忘记 今天是他主动传我去人寿店的 现在宫里面斗得这么厉害 萧贵妃那边已经彻底恨上我了 我要是再跟楼上是那边冷着脸 我就没法在宫里待了 我不是说了吗 找我 我跟王轩打一声招呼 你立马就官府原职 我不要你的帮忙 你不要我的帮忙 所以你去找楼市帮忙是不是 你去找他 不就是让他许诺你 给你官府原职吗 你也不动脑筋想一想 他那么一个印度的人 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阿湛 那和你说的帮忙是不一样的 他是说过要升我的官 那不是走后门 而是要凭我自己的真本事 在年考中获得优等 才能恢复我的职位 他的话你也相信啊 你动脑筋想一想 他这么帮你到底是何居心啊 我不管他到底有何居心 但这件事 我做得堂堂正正 我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你 他也没有收买过我 陆震 你给我适可而知可不可以 那次你帮罗氏做五层彩衣 他们还是生你做欺贫女官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可是这次 你居然跑到仁寿殿去 去求他 巴结他跟你升官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知道吗 高湛 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难怪我生殿之后 你一直不太高兴 原来你根本就是瞧不起我 我告诉你 我当上七品 不是因为判了太后的马屁 而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 那我怎么听说 那五层彩衣 你是阿毕帮你出的主意 连你也觉得 我是抢了别人的功了才升上来的 我没有那么说 你走 你走 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储君 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卑微的女官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为了去去一级官位 是如何倾尽全力 呕心立血的 在你心中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是 你只要稍稍动动手指 传个话 别人就能力可能从地上上到天上去 阿珍 你讲解道理可不可以啊 你的官位是小 我跟他之间是有血海深仇的 你的事是大事 我的事就是小事 高湛 我今天算是真正看清楚你了 请你离开 我轻轻的小门小火 容不上真正的大福 你口口声说说要靠你自己 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如果不是我跟皇上 你能在这个清净殿里头吗 是 你说得对 我的确没有资格 你不走 我走 阿珍你回来 你回来 你尸可而知一点可不可以啊 阿珍 我知道我刚才火气有点大了 我说的话是有点重 但是 阿珍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把你送我的白狐蛇去的 对不起阿珍 别伤心了 阿珍 长广王殿下 到底是你走 还是我走 好 我走了 小心你的手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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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珈 阿珍 阿珍 殿下 别打我 殿下 殿下你听我说 殿下 你别管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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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啊 走 殿下 殿下 怎么会这样 我今天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跟我说 今天是谁告诉你 陆珍去人寿店的 阮娘跟我说的呀 今天我来找陆大人嘛 结果大娘说 他去了司医司 我就去了司医司 结果玲珑说 他去了内饰局 我就碰到了阮娘 阮娘问我 你是不是在找陆大人 我就说是 太笨了你 我怎么笨了我 你被人利用了 人家是故意让你知道 陆珍去人寿店的 人家是谁呀 你那么笨 连丹娘都不如 你肯定不知道了 算了 你别跟着我了 把那碎了的白火 我给我捡回来 白火 对呀白火啊 我常带的那个 你说你把白火给摔碎了 我说殿下呀殿下 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看你才比大娘还笨呢 那玩意是陆大人亲手跟你做的 全天下头一件的东西 你说摔碎就摔碎了 你说我 恭喜你袁大人 你被人耍了 你主子也被人耍了 你满意了 我 我 赶紧去 哦 娘娘 您看 请吃喝 你来了 没想到这么久了 这里居然没怎么变 还记得以前 我们晚上悄悄见面 你也是让小宫女 拿了这张纸盒来 给我传信 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 贵妃娘娘 请您高待贵手 不要再对陆珍雪上加霜了 我做什么了吗 这几天 我一直好好待在寒光殿 对你的心上人 既没打又没骂 怎么 你还是不满意啊 你是什么都没做 甚至没有动过他一根毫毛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比在他伤口上撒盐水还严重 你看出来了 你跟王玄表面上看起来 并没有做什么 但却处处挑他的错 暗底里勾结所有的人 打击他折磨他 他要想在这个宫里生存下去 他就只能一步步地靠近楼清墙 靠近楼市 你明知道我跟楼市有血海深仇 一定认受不了他依附楼市 必然会跟他吵起来 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 我会用我的方式 把你一点一点抢回来 而且我履行了我的承诺 这次 我没有对陆珍出手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选的 是 她是那么一个好强的女孩子 你们表面上越是做得光明磊落 她越是不愿意跟我抱怨 她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 默默地承担 直到有一天爆发出来 华宇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我跟你之间已经绝无可能了 为什么你还要针对他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感 你朝我来啊 以为是他抢走了你 阿湛 以前的你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无论楼市有任何风吹草动 你都是非常警醒 可现在呢 你只顾着跟他轻轻握握 连争夺皇位这样的大事 你都不放在心上了 什么争夺皇位 你什么时候听我说过 要争夺皇位了 你是没有说过 可是我知道 你想 你放心 只要你赶快清醒过来 我们能很快地 把高远拉下龙椅 把原本属于你的皇位夺回来 萧霍云 你现在是我大哥的妃子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是在背着他谋反 谋反 我谋反 阿湛你难道忘了吗 是楼市 楼市和高远 他们暗害了你的母后 降夺了你的皇位 那才是罪大恶极的谋反 阿湛 我告诉你 这些年 我苦心经历 朝中 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官员 全都是我的亲信了 加上你那边 有徐显秀 有沈国公 找个恰当的时机 我们一合并 就肯定能把楼家的势力给控制住 把高远赶下龙椅 小慧云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昨天还在朝阳殿和皇室在一起 你今天就分量无情 那只是个意外 反正高远 他命中无辞 阿湛 要成大事者 不能拘于小节 我知道 你是同情他 但是 争夺皇位 那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只要他肯训味 你放心 我不会杀他的 他可以照样做他的常山王 我早就说过 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皇帝 等等 你怎么那么确定 皇上命中无子 难道说 你现在才想到 这太后娘娘也真是的 大晚上 非叫你寻查宫尽 人一老 事就多 这两天 他睡得不好 说宫里面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地方这么僻静 还真像是有东西的样子 大人 你不怕吗 我怎么不怕呀 可是那也得继续寻哪 辣妹 你跟着我都快十年了 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这个楼家旁支的女儿 表面上风光无限 要不是我处处讨好这太后 这宫里啊 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小魂鱼 跟我说 什么声音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晚上呢 谁在那边说话呀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什么时候开始吧 阿湛 要不是我的那些汤药 高远的妃子们 怎么可能那么久都生不出孩子来 小魂鱼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为了争宠 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争宠 我堂堂大梁勇士公主 我还需要争宠 那你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呀 阿湛 我知道你其实心里是喜欢我的 要不然 你不会留着我送给你的观音像 你不会随身带着那支金纸鹤 可是 我现在毕竟是高远的妃子 她要宠幸我 我没有办法拒绝 所以 我就只有一个法子 就是让她断子绝孙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放心 我没有伤害你的好大哥一丝一毫 我只是自己也喝了那些药 这样子 整个后宫 就绝对不会有一个人能生下高远的孩子 小魂鱼 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我是疯了 我怎么能不疯 老师跟我爹密谋 用戏剧四成就把我给卖了 我亡国破家 我不得不嫁给高远 他们都把我害成这样 我凭什么要对他们以德抱怨 阿湛 其实你明明心里头也知道 即使我什么也不做 高连她也活不够三十岁 好 我知道你尊敬她 可是 像她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坐在皇位上 还有 就算你不喜欢我的主意 你愿意等她死了以后 再继承皇位 那你也可以根据鲜卑的老规矩 输取寡散 在她死了以后 你再娶我当皇后 小魂云 你给我清醒一点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很清醒 这些事情 我谋划了那么多年 我心中一直有数 不要孩子 也是为了她好 阿湛 你知道吗 只要没有孩子 老师他再怎么机关算计 他也抢不走你的皇位 小魂云 你给我听好了 自从你跟皇上成亲的那一刻开始 我跟你之间就已经是 桥归桥路归路了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当什么皇帝 我更忍受不了你这么对待皇上 不可能 我走了那么多 我都是为了你 阿湛我为了你 连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我都不要了 不要老师打着我的名号来做事 这几年 你在后宫里跟那个娄士争权夺利 害了多少人命 伤了多少人心 皇上对你那么好 你现在这么对他 你变了 是他们会吗 你早就变了 你变得冷血又狭隘 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温柔大方的消灰云浪 是 我是命 我不变我就得死 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停 停不下来就让自己伤了心 把手握紧 闭上一时一样心情